不過我們國內目前看這幾天的數字下來 疫情上面好像是有降溫了 那臺北市有五個行政區 本週都是零個案 但是萬華還是有新增的個案 薄皮寮快篩站成立以來 附近店家一直抱怨說生意 其實受到很大的影響 居民也很擔心會有染疫風險 所以現在就有三百五十個人連數 希望把快篩站趕快遷移到附近的公園 說在萬華薄皮寮歷史街區的快篩站 五月十四號開始運作 一天能為三百位民眾做篩檢 防堵疫情擴散 不過附近住戶和店家面臨極大壓力 希望快篩站能快點搬走 三百五十位居民攤商一起連數 向臺北市政府陳情 希望快篩站能以往和平息路 三段的臺北好好看公園 不過市府回應 薄皮寮快篩站目前在公園上有設置必要 是否調整還要討論 議員還是要為萬華人爭取權益 現在臺北市展開清零計畫 五個行政區包含松山 信義 中山 中正 內湖 本週都是零個案針對熱區邊緣加強防堵 出動定點篩檢機動防疫隊 透過精準疫調阻斷傳染 隔壁的新北市也有動作 市長侯友宜來到居家快篩試劑製造廠試查 希望能推廣居家快篩 在家就能及早發現橄欖元 雙北動起來一個喊清零一個拼廣篩 要讓疫情可以真正緩解下來 華視新聞 江勝宏 黃瑞寧 台北報導